新朝灭亡后,中国这片大地上依旧狼烟似起,各路军阀为争夺地盘不择手段,百姓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 在众多军阀中,东北张作霖领导的凤军最值得一提,他是当时唯一同时编有陆海空三军的军阀武装,战斗力非常强, 且张作霖本人还曾一度成为民国的大总统,走上人生的巅峰。 但随着张作霖被日本特务害死,张学良接过父亲手中的权力后不久便宣布嫁入南京政府,东北军也逐渐失去往日的雄风。 后来,张学良被老蒋扣押,以及紧随其后的全面抗战,东北军逐渐被瓦解和改编,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 与此同时,有很多原东北军的官兵加入了我党的怀抱,屡立其功,甚至还成为了1614名开国将帅中的一员。 今天,就一起来看一下从东北军中走出的开国将军。 1. 吕正操上将 吕正操是经辽宁海城人,18岁参加奉军,曾一度担任过张学良的秘书。 918之后,率部参与热核战斗,并与东北军内的共产党组织长期接触,并与全面抗战前夕正式入党。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,吕正操宣布脱离东北军序列,后,所部被改编成八路军。 此后,吕正操参与了一系列战斗,于2009年去世,是最长寿的开国上将。 2. 万亿中将 万亿是辽宁大连人,18岁加入东北军,刚入武士的上司就是张学良。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,万亿任团长率部参与了南京保卫战,并在次年正式入党,于1997年去世。 3. 张学斯少将 张学斯是张学良之弟,于1933年入党,并在大哥的介绍下进入中央军校学习。 卢沟桥事变后,张学斯前往延安。 新中国成立后,张学斯长期在海军中任职,于1970年去世。 4. 谢芳少将 谢芳是吉林东风人,早年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,毕业回国加入东北军。 全面抗战爆发后,谢芳前往延安。 解放战争期间,谢芳跟随四野,从北打到南,于1984年去世。 5. 李爵少将 李爵是山东移水人,早年曾任东北军的骑兵部队中当兵,但在卢沟桥事变前便离开东北军参加红军。 新中国成立后,李爵调入二级部,参加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工作,为中国的核实业立下了不朽的工军。 于2010年去世,以上只是东北军中走出的部分开国将领,根据统计,在东北军中共走出了25位开国将军。